你看你,怎么还这样客气啊,上次都带了不少的东西,这次带得更多,这一路上走得辛苦吧。 陈文华怜惜地看向沐秀,一旁的路员眉头皱得更深了,刚才他提起这些东西都有点吃力,沐秀这一路上带着这样多的东西转了好几次车,再来到这里真是个傻丫头,声称什么没有啊,非要受这个罪。 对,不辛苦啊,不辛苦啊,沐秀是快到大门口了,才躲在拐角处将东西从空间里拿了出来。 另到大门口也不过是一百米左右的距离,后来又是路员拎进来的,只是这会儿看到陈文华陆念东那感动心疼的模样,还有路员那沉着的一张脸,为啥心中莫名有种惭愧的情绪在激盗? 你这孩子,真是实诚。 陈文华对沐秀的好感,这会儿如同做了火箭一般直冲天际。 呵,让我来看看沐秀又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。 陆念东走了过去,上次那种酱料,我又带来了好几摊,还有牛肉干,猪肉斧,还有一些零嘴。 沐秀笑着说道,小田,快来将这些东西都放进冰箱。 陈念东扭头喊了声小田,还不忘记粘起一块猪肉斧塞进嘴里。 这要是你做的东西,我都喜欢吃。 还有我炒的五香黄豆,爆米花和五香花生,不过这些热量高,你可不能多吃,给陆奶奶当小灵嘴吃的。 沐秀指着用黑色袋子装的那一大兜东西说道。 还有一些腊肠和腊肉,粉条,其余也没有什么了。 沐秀这次虽说东西的数量不多,但是每样都带的分量多。 这次来多住几天吧,我想吃你做的菜了。 陆念东可怜兮兮地说道,行,那我就好好做几道菜。 沐秀毫不扭捏地爽快硬了下来。 爷爷奶奶,你们该午休了。 一直没说话的陆源忽然开口。 陈文华已经打了一个哈欠,习惯午睡的人,如果不睡一会儿,整个下午都会没有精神。 我带沐秀出去逛逛,顺便买点菜。 陆源站起身说道, 好,你带沐秀好好转转,要是累了,就不用买菜了,多玩会儿,明天再吃一样的。 医生也说,让你爷爷晚上少吃点。 陈文华知道,只要是沐秀做饭,陆念东肯定控制不住要多吃点。 晚上还是少吃点的好,那就明天中午吧,好好给您做顿好吃的。 沐秀笑着说道, 那我们出去了。 陆源看着沐秀说道, 沐秀虽说来了好几次省城, 但是都只局限于商场。 昨晚的歌舞厅和溜冰场让他对省城充满了好奇, 也对这个年代产生了别样的感觉。 好,那就麻烦陆大哥了。 沐秀笑着说道, 陆源,你可不要欺负沐秀啊。 陆念东看着俩人往外走去,急忙交代道, 陆源就这样带着沐秀离开了陆家。 俩人一路不行, 陆源忽然问道, 你想去哪里呢? 随便转转吧。 沐秀虽然也去过商店, 但是也都是急匆匆地买了酒就走了。 何况省城这样大, 他去的地方也只是其中几家。 那就去最热闹的地方去。 陆源准备带沐秀去省城最热闹, 小吃最多的那条街上去。 你怎么在家? 学校放假了吗? 沐秀是非常惊讶, 陆源怎么会在这里出现。 没有放假, 我准备给你邮寄一些笔记呢, 发现找不着了, 才想起来以前放在爷爷家了, 这次正好你来了, 就直接带走吧。 陆源轻飘飘地说道, 就为这个请假回来一趟, 我不着急用的。 沐秀没想到陆源为了他学习的事情如此伤心。 早记晚记都是记, 陆源才不会承认, 但是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沐秀回信, 于是他想来想去, 终于又想以笔记为突破口的别扭理由。 陆源少年心境, 一直都是顺风顺水, 随性洒脱, 唯独对待沐秀的事情, 他却总是思前捋后。 陆源明白, 自己的内心是渴望见到沐秀, 不知为何, 沐秀就住在了他的心里, 每次看到他就会开心, 甚至沐秀给他写的信, 他都是一一收藏好, 经常翻阅。 但是陆源一想到沐秀年纪还小, 他怕他太着急了, 会吓到沐秀了, 他只有慢慢等待, 并且帮助他考到首都来。 而沐秀, 县里年龄已经是四十多岁了, 面对一个十九岁的情窦初开的少年, 认真的对待, 他怎么可能没有察觉。 只是, 饶食他脸皮在后, 心中哪怕对陆源也有了几分情愫, 沐秀也不愿意去尝试。 上一世, 他已经被感情伤害得太深了, 这一世, 他只想让家里人都过上好日子, 自己也能自强自力, 赚多多的钱, 过得自由随性, 这便天下美食, 欣赏所有美景, 这样才不会辜负自己重活一世。 到了, 你想吃什么吗? 久久得不到沐秀的回答, 陆源有些沮丧的声音传来, 沐秀抬起头来, 原来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走到了地方。 沐秀望了过去, 感觉这里无非跟集市一般, 全部都是吃事, 冰糖葫芦, 捏的小糖仁, 还有酸梅汤之类的, 现在这个年代, 也只有这些简单的零食了。 这些东西, 沐秀都不感兴趣, 他空间里面的好吃的, 能秒杀这几百条街。 这都是哄小孩子的, 沐秀摇了摇头, 陆源本想说, 你还不是个孩子吗? 但是一想到这儿, 他又觉得这样的话, 岂不是说自己对一个孩子产生了感情吗? 去商场吧, 那里东西挺多的。 陆源继续提议道, 我们在农村啥都有, 就算没有的, 也就是鞋子衣服之类的, 城里的衣服又太花哨了, 回去穿不上, 还是自家做得合适。 沐秀昨天在商场, 也是想买点衣服鞋子, 结果转了几圈, 最后还是只买了几皮布和一台缝纫机。 那, 陆源环顾了四周, 忽然眼睛一亮, 咱们去看电影吧。 好, 沐秀还真对这个年代的电影院充满了好奇。 你知道电影? 陆源看沐秀如此爽快地答应, 好奇地问道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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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这就要深切地问道。 连孩子的努力和六地方跟每天天上的都摇几区, 那边,